Uber在低需求時段鎖住了紐約市司機的帳戶 以應對該市的最低工資規定 根據規定在紐約 Uber需要為司機在行程訂單之間的空載時間支付工資 但通過鎖定帳戶 Uber可避免支付司機在空載時間的工資 由於鎖住帳戶的時間不可預測 司機無法計劃工作班次 在司機計劃的工作時間內 帳戶有可能在某些時段被鎖住 無法接單 導致司機需要工作更長時間來賺取相同的收入 據彭博社報導 該措施導致部分司機的收入減少了50% LIFT也表示可能採取同樣的做法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